贺振锋是一名退役军官 一年多前突然脑出血 造成语言和行动受限 不过因为这个出血的位置比较深 靠近这个脑干跟比较脑的正中间 加上这个出血的血块并不大 小于30cc 所以一开始的建议是不需要手术 以病人需求为最大考量 防止出血后脑细胞凋亡速度 医疗团队采用保守疗法 稳定血压后的第四天加入中医治疗 要预防二次中风 就是要把整个体质的调整 需要靠针灸 靠中药的这个部分 我对这个部分是有信心的 脑中风可以分成两大类型 80%是缺血性脑中风 血管狭窄阻碍血流形成血栓 脑组织就会缺血 另一种是出血性脑中风 高血压的高压力冲击血管壁 造成血管破裂 也称为脑溢血 跟中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越早开始使用中药治疗 对于神经功能的恢复 有一些明显的帮助 中风后的六个月 是复健黄金治疗期 运动能力恢复最快 那我们一直也有在帮他做 动作诱发的训练 那脚跟手的动作 大概在诱发一个半月左右 至两个月的期间 就会开始有一些动作的收缩 贺先生和家属就是在这段时期 和医疗团队紧密合作 已经恢复至少七成的生活自理能力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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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